气象局表示晴朗炎热天赤会持续到23号 22号也对花莲台东发布了红色高温灯号警示 而今年第9号的台风马鞍 预计在23号晚间生成 受台风的外围水性影响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震雨发生的机会 一直到星期天 花东地区天气都不太稳定 提醒民众要留意天气变化 气象局表示受高压影响 22日、23日两天 花东仍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 气象局22日也针对花莲台东 发布高温38度的红色灯号警示 周而晚间水气才会增多 提醒来花东出游民众 随时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攜带雨具 原来在菲律宾东边的热地 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台风 然后它目前的我们看它的走向 大概是沿着旅宋岛北边 然后往香港广西广东的方向行进 其实对台湾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风向吹上来是比较偏西南风 西南风对我们花莲来说就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周在花莲的降雨情形 大概还是一些零星的一些午后对 造成午后热对流造成的一些震雨或是雷震雨的一个情形 大概还是一个比较属于晴朗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 所以一周的温度来看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高温大概都在30、33、32的一个情形 然后低温大概也在26、27一个情形 然后尤其在近中午的时候 在花冬中午的地方其实还是相当炎热 所以这一周基本上还是炎热的天气 然后中午时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高 极端的高温的产生情形 尤其在中午 所以近中午的时候在中午的民众 大概就尽量不要在外面从事活动 如果一定要在外面的话 就尽量保持防晒 然后多补充水分 周二晚间到周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花冬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直到周日都有下雨机会 而周三起 台湾附近海域风浪增强 周三起至周六 东半部有长浪发生几率 提醒民众海边活动特别注意安全 记者蒋邦彦华理事报导